看看新闻吧 现在是早上八点半 离六灵桶老先生的追悼会开始 还有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在绍兴殡馆的门口 冒着大雨 自发前来吊咽的人 已经络绎不绝 有的人手里 甚至还拿着老先生 身前的剧照 以此来表达 对一代猴王最深切的敬意 我们特地上海来的 我们上去只有说 大概只有二十个人过来 我们先天中又没吃饭了 三点多吃饭 有的呢 我们有的呢 是昨天就来了 昨天赶快 就怕早晨来不及 他对人非常平易 平易近人 非常豪气 天目万俊 光成就 一生熬悶 两方黄 很多很多的 故障系的 众多的故事 都是栩栩死生 贵族期待在这一步之后 来自四面八方的忠实戏迷们 用自己的方式 默默地寄托着哀思 而角落中 一位坐着轮椅的老婆婆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精神恍惚的她 手中紧紧抱着一件 孙悟空的戏符 她就是六灵童老先生的遗孀 今年已经九十二岁高龄的 张老太太 说话已经非常困难 可是提起丈夫 她仍一字一句 清晰地涂出哨心话 七十三年的相知相伴 一句我不离开老张 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但我无法用简单的 去送接我父亲一生 就像西游戏中的孙悟空 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 忠诚政国 来自我们再演父子 美猴啊 在遗体告别仪式上 追忆父亲的六小灵童 几度哽咽 我们中国传统习俗来讲 九十岁就叫洗脏了 但是我们还是感觉 像天塌下来一样 的确对于六小灵童来说 父亲六灵童 就是为他撑起一片天 无所不能的美猴王 六岁从义 十二岁登台 张宗义因此得名六灵童 孙悟空大破平顶山 孙悟空三大白骨精 孙悟空大闹乾坤 这个将孙悟空推向世界的人 早年眼猴 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 祖父张庭春被称为活猴张 父亲张一生 更被誉为赛活猴 为了清出于蓝 而不惜偷学的他 可谓自学成才 而六灵童最重要的老师 就是猴子 他一直讲 他说我最重要的一个老师 和我们家最尊重的一个 他称他是人 就是猴子 所以我们家当时养的猴子 比我们的孩子还得 我们十一个孩子 就在这十一个孩子中 有一个人曾在1957年 被周总理兴奋的高高抱起 他在我们十一个孩子当中 尽管都养过小猴子 最后选择了 一开始我的二哥小六灵童 周总理怀里抱的那个小猴子 还有一张很珍贵的照片 这总理 看那个快去掌声的 可以上我的老天公 这总理第二次年 那名是我 抱着的 小六灵童 对对对 骗子聪颖的小六灵童 八岁就在父亲主演的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 饰演传令猴 大王有令 金东成天 小六灵童 小六灵童一直被父亲六灵童 视为最满意的传人 他最大的梦想 就是能像父亲一样 扮演美猴王 然而造物弄人 1966年 年仅17岁的小六灵童 因白血病 英年早逝 为了纪念这个天赋 异禀的小演员 中央电视台还根据 小六灵童的故事 拍摄了一部电视剧 猴王 我多想和爸爸 一起在舞台上 演美猴王啊 哥哥 我不要你死 只要你演美猴王 美猴王啊 就一定能看到我 哥哥老讲了一句话 只有当你演成 美猴王的那一天 就看到我了 他老说 你不光是在延续 你自己的自然生命 而且在延续 你哥哥的艺术生命 就这样 为了继承父亲的一波 完成二哥的遗愿 六小灵童 用了17年的时间 让新一代美猴王 横空出世 对于六小灵童 这个电视剧版的孙悟空 六灵童几乎倾注了 所有心血 他给我 在拍戏剧之前 拍了一千多张 各种就是那种 猴子动作的照片 各种情绪表达了 这种外露的形体动作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表演 给我给我 做动作清楚 比如要过头 吵 要过 打 立 走 爸爸一直给我 爸爸一直给我力量 每次看电视剧 就是我试播 重播 他都要看 给我提出很多的 个人的一些意见 看到儿子的巨大成功 深感后继有人的六灵童 喜悦之情 异于言表 六灵童的不服老师出了名的 七十岁那年 他亲自带团下乡演出 八十一岁 他还坚持和儿子同台PK 拍访师他把自己腿抬起来了 当时给观众留下很深印象 八十岁的腿还那么好 我在演的时候 我就跟乐队说好 我就没有太顾及我的父亲 我说你就在后面动一动就可以 结果等到我最后一个动作做完 我回头一看 父亲 匹来越差 后来重病起不了床 演不了猴王 六灵童也没放弃过 他甚至在病床上画起了猴 一代宗师 四代猴王 六灵童的艺术风采和人格魅力 已然是西游精神的最好体现 天庭看猴戏 乐器六灵童 可能在九泉之下 或者在我们的九天之上 还会继续去扮演猴王 六灵童 新闻在线 绍兴采报报道